大家好,我是小徐 今天没有什么好的视频内容 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几天就是我们家园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连续感冒发烧 红身无力,关节疼 今天已经第四天了 这四天就是躺在那一动不想动 就想躺在床上休息 手机也不想玩 今天稍微好转一点 然后目前我老婆我女儿我叔同时也得了这个病 他是甲状感流感 全部得了甲状感流感 他的症状就是很难受 比新冠那个时候还要难受 有相同的一个感觉 红楼像刀割一样 然后发烧 烧的一晚上睡着觉的那种 然后就是膝盖疼,红色酸痛 红色无力冷 你在屋子里面再热 都是感觉到冷的内作 若冷吧 它会热的出汗 不该败子吧 又感觉冷 这就是这几天的一个事情 以及一个经历 我今天录视频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没有什么好的视频内容 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几天我们家里面生病的情况 给大家说一下 屋子里面也比较乱 因为真的没什么力气 屋子里面每天也就收拾一两次 还是咬着牙收拾 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下屋子里面 好像屋子里面的狗知道我们生病了 就是守在我们身边 守在我们床边 哪也不去 真的特别的感动 小博士 咖啡 街墙 街墙 这边沙发 他们把那个靠杯抠下来 抠下来就抠下来吧 我也不得放上去了 嗓子比较难受 一会儿再放吧 他们喜欢睡在那靠杯上面 然后还有灰灰 灰灰我走哪跟我呢 就喜欢跟在我身边 守护着我 五月 就是我走到哪会儿会跟到我那里 守护着我 守护着我身边 屋子里面小白 小宝好像知道 我老婆身边了 一直躺在床边 然后守护着小七 因为小白是小七救助回来的 我当时 他当时从一个废弃的床里面看到 然后从车上面救下来的 他当时在车下面钻着 救的时候已经还用了 然后从车下面给他抱回来的 他好像知道小七生病了 一直似乎在小七的身边 金金 灰灰 山了山也在 真是味道老村呀 哎 床上的腰伸了一大堆 哎感觉这几天 难受的很 难受的都想哭了的那种 这些狗狗就是我们 真 我们这边屋子里面的 哎太难受了这几天 好了 今天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可能视频内容没有那么长 就是要带大家看看 目前我们家的一个状态 我们基地以及工作人员 以及我们 家里面的人的一个状态 睡着了 我叔抱着女儿 月月也生病了 也是高烧咳嗽喉咙疼 烧了 哎呀烧起来了 这个她推一针了 月月烧的还厉害呢 都是病哈 我闺女也病得严重 咳嗽勾烧 然后我叔抱着去转了一圈 哎 给她推一针药吧 推一针 推烧药 哎 闺女烧的哭起来了 脸都烧红了 刚才她就是搞的脸推烧药 特上温度机在那个兜里面 这个放口罩的里面 你用温度机给她量一下 估计达到38度39度了 来我摸摸 跟大人的病症是一样的 接咳嗽咳嗽完喉咙疼 喉咙疼完之后就是感冒 小孩只不过比咱们大人稍微要 他难受不会说 他只知道哭 咱们大人难受 知道敢会喝点药 一家四个都病了 就生我二哥跟两毛没病了 嗯 他聊聊温度有多高吗 看看屋子里面 五月睡在床上 这些狗狗老懂事了 好像知道我们生病了 更熟在我们身边 特别懂事感觉这些狗狗 咳嗽咳咳咳咳 没事两个温度闺女 没有 又烧出红疹子了是不是 天后天亮 那不动 看得我难受 天亮 天亮 我买了梨 准备就是蒸几个梨 把梨蒸熟 因为梨是个下火的 这一期流感太野重了 小孩大人都逃脱不了 好了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家里面的一个情况 记录一下 等我哪天身体舒服了 我给大家好好拍视频 好好带大家看 哇